可是現在我們大家都知道 就是地球暖化還有極端氣候 其實對全球都帶來影響了 對台灣會帶來一個什麼樣 一個連帶的影響 其實全世界其實都面臨 這個極端氣候的改變的影響 像你看最近美國的暴風雪 其實就很現在才11月 它其實暴風雪就非常的嚴重 那台灣其實也有同樣的這個問題 像我們注意到那個2009年的 這麼嚴重的88風災 帶來那麼嚴重的88水災 帶來那麼嚴重的這個水情的災害 可是事實上在88風災的前半年 是那個時候台灣是處於一個 缺水的情況 那時候也跟現在很像 就是大家都會擔心水不夠 要限水了 對 可是沒有想到就是 這個缺水這麼嚴重以後 來了一個那個颱風 再就可能帶來這麼嚴重的這個 這個災情 對 所以我們在面臨這個 這麼嚴重的這個水情的時候 也要去警惕說明年會不會 就是重演這個如果有颱風來 這麼久乾旱了以後 它可能會造成很大的災害 因為過去10年我們看 台灣的這個降雨量 它變化的很大 它可能一年可以降1500公里 它也可以降快到4000公里 這樣一來一回就是 等於說是可能有時候 一年就下了兩年的這個雨量 可是平均來看 其實台灣每個人 能夠分到的這個降雨量 其實是不多的 就是甚至我們其實還比沙烏地阿拉伯 這些都還低 就我只比印度好 甚至比那個中國大陸還差 所以其實大家覺得說台灣 水很夠 雨水很多 其實有時候是一個錯覺 因為台灣的人口其實很多 所以你每個人分起來的那個降雨量 能夠分得的降雨量其實並不多 然後當降雨變少 然後民眾產業 節水意識又不夠強的時候 那就很有可能發生水不夠的這個感覺 其實在台灣 水應該算是奢侈品才對 對 其實水 因為台灣的水 其實水價因為很便宜 就是外界就是詬病很多 那當然這因為牽涉到 漲價跟全民負擔的這個部分 它不是單純的一個水價 那個問題 它背後還牽涉到很大的政治問題 所以水價我目前看起來是 短期之內三五年之內是不可能 不可能做調整 它還是會繼續維持這樣的一個低價 是 但是問題是 因為台灣的這種天氣的特殊性 我們常常感覺到 好像這個汗跟牢之間 常常在那邊互涕 不預警的就突然出現了 是不是大家在用水方面 你剛才也一直提到 節水的這個觀念跟意識 是不是可以再看一下 對 我想控制這個水情 當然有幾個 當然就是剛才前面主播講到 就是我們水庫要加強清淤 就是增加它的這個蓄水量 那第二個就是產業民眾的這個 節水意識就是增加這個用水的效率 這個也是就是非常非常的重要 因為真的台灣的這個用水量 其實並沒有跟別的國家比 並沒有特別好 那我們剛才前面有講過 台灣的這個水資源 並不是特別的豐富 其實一定程度它還蠻不平均的 就是我們冬天 夏天的這個降雨量不一樣 南北又不一樣 本島跟離島又不一樣 所以它總的來說還是 就是我們如果能夠自主的 降低用水量增加節水的效率 這樣的話在那個天氣這樣劇烈的變化說 我們比較有本錢來應對 這個水不夠的這個問題 沒錯 真的節約用水 真的不是為別人 是為我們自己 是 謝謝您到現場來 謝謝孟真 謝謝